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美式足球大联盟NFL例行赛季第九州的赛程 战绩三胜六负 喷射击队是由现年40岁的斯芬伟罗杰斯·Aaron Charles Rogers领衔 德州老队则是由现年23岁的斯芬伟 是陶德·Colridge Bernard·CJ·Straud4主攻德州老队和喷射击队互相对抗 自从2003年10月19日才开始 历年在例行赛和季后赛交战11次 喷射击队的战绩是8胜3败 双方最近一次对抗 是于2023年12月10日由喷射击队以30比6得胜 这是罗杰斯换穿喷射击队的制服之后 首次率队击败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球队 喷射击队赛前就被看好 然而全场四截只有在下半场得分 第三截得到7分 第四截也有14分进展 罗杰斯在全场发动攻击没有遭到过拦截 总共和8名队友合作 传球32次 其中22次成功 最长传接距离37码 累计传接推进211码 有三次传接成功达阵 两次遭到禽沙损失18码 同时也和三名队友合作发动20次冲锋 累计推进101码 没有达阵 横广阳 2024年10月31日